大家好,欢迎来到Lisa聊理财 快到退休年龄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无论是领取社保退休金 还是注册联邦医保Medicare 都要有足够的工作祭典 称为Working Credit 那对于社保退休金来说 至少需要挣够40个祭典才有资格领取 少一个点都不行 而联邦医保Medicare呢 虽然少于40个祭典的时候 仍然是可以注册登记的 但是点数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 Part A的月费 如果已经有40个祭典了 那么Part A是完全免费的 可是如果点数在30到39之间 2022年Part A需要自己每月负274美元 如果是少于30个点的话 那全部要自费499美元 可以看出工作祭典的多少 跟我们的退休福利是直接挂钩的 那么如何来累积工作祭典呢 也就是我们平常开玩笑说的 怎么样在美国挣公分呢 首先要重点指出的是 工作祭典只能通过主动工作收入来获取 所以只有W2和1099的收入才能计算在内 其他被动收入 比如房租啊 投资所得 退休收入等等 都不能用来累积祭典 那在2022年每1510元的收入 就可以累积一个基点 如果年收入超过6040美元 就可以累积40个基点 这个数值呢 每年都会有所调整 需要的时候 大家去查看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呢 无论工资有多高 每年最多只能累积这四个基点 当然这40个点呢 不需要连续获得 如果工作中断了 原有基点也不会流失 重新开始工作以后呢 又可以继续累积 所以建议大家呢 到ssa.gov上去设立一个账号 登录以后就可以查看 自己已经累积了多少基点 如果发现有错误 要及时跟社安局去联系 把它改过来 如果是离40个点相差不多了 那就赶快去找个工作 短期的 part time的都可以 争取正够这40个公分 有人可能会问 如果是先生有收入 太太没有收入 那两夫妻是合起来报税的 那么太太是否也可以累积祭点呢 回答是 虽然两夫妻合起来报税 但是祭点却是分开来计算的 只有工作这一方才能累积祭点 没有收入的一方是不能的 但是好消息是 虽然没有收入的一方 它不能累积祭点 但是在领取社保退休金 和使用联邦医保的时候呢 却可以根据配偶的工作祭点 来获取相应的福利 具体的规定和数额都比较复杂 我会专门再录一期节目来介绍 敬请期待 我是联邦医保Medicare专家 和家庭理财顾问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 请跟我微信联系 或是用这个链接 跟我预约免费咨询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每周都会发布一期 跟家庭财务相关的视频 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